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耶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謝祐 今天我們的午餐吃披薩 今天吃的是打美樂的披薩 然後我是外帶 然後買一送一 買大送大 然後我是網路先訂的 所以呢 我們好像網路先訂 買399又送一杯可樂 然後他原本 外帶買大送大又送你一杯可樂 所以我又兩杯可樂 那我們先打開看 那為什麼今天要吃打美樂呢 是因為他最近有推出一個新的餅皮 叫做珍珠之心餅皮 然後如果你是小披薩 要再加這種餅皮要加50塊 阿大的就是再加70塊 好像3月22號之前你 你訂購 然後有加這個餅皮 可以再折30塊給你 那我還點了另外一個叫做 雙層薄雞心餅皮 這個大的如果要再加這個餅皮 要再加120 所以這些通通的我大概就是花了 900多塊 快要1000元 然後我們點的口味是什麼 黃加白醬蟹香 章魚燒 然後另外一個口味我點的是夏威夷 因為我其實個人很愛吃夏威夷 好可愛喔 你看 巧虎 然後我另外一個這邊點個小點心 是 起司麻吉酥 這個目前打開來的就是蟹的 然後章魚燒 然後它的餅皮就是用我們的那個珍珠 目前所看到的大披薩呢 是黃加白醬蟹香 章魚燒 然後我的餅皮搭配就是那個珍珠的 喔 珍珠 然後珍珠跟麻吉這樣子 這上面呢就是可能有一點蟹肉棒阿 章魚阿 白醬阿 起司阿 玉米阿 然後它這個餅皮阿 你看還有一點那種 這種麵包粉喔 之類的 我覺得還不錯 我們看一下我們另外一個 達美這個厲害在哪邊 就是厲害在它的那個餅皮口味 真的是還蠻特殊的 然後這個薄脆的也很厲害 它是薄脆裡面又加了起司耶 所以我還蠻喜歡吃達美的一些餅皮啦 會有一些口味 喔哈 喔 看起來好好吃喔 好大喔 買大送大 而且我發現薄脆的好像更大了一點耶 來 大概是長這樣 在我右手邊就是珍珠的餅皮 阿再來我左手邊就是薄脆 然後裡面有起司的餅皮 接下來就是吃很普遍的就是夏威夷啦 你看兩層薄的裡面又加了起司阿 感覺就很厲害 來 這個有點像那種起酥棒 可是它那個起司都爆漿出來 好香喔 很像那個那個什麼 酥皮農它上面那個酥皮啦 我先吃一口這個好了 我以為它是那種奶黃包裡面那種奶黃 可是這個不是 這個是那個芝心餅皮裡面那個芝心 它就是把那個一條的起司包在這個酥皮裡面 我是覺得還好耶 我以為會那種起司醬融出來那種 因為這個東西呢吃起來比較單調一點 就是起司棒然後配酥皮片 所以沒什麼經驗 感覺我直接吃披薩就好啦對不對 那我跟你們講之前珍珠奶茶披薩不是很夯嗎 我畢色客跟達美樂都有拍 那我個人比較喜歡吃達美樂的珍珠披薩 因為比較甜 然後它上面是配麻糬很好吃 那我剛剛在看官網的時候 還看到達美樂那個珍珠奶 珍珠披薩還有在賣 所以有興趣的人也可以去買 只是那個珍珠披薩是不能配這種餅皮 它好像只顧第一種餅皮而已 所以今天就是吃比較貴一點的口味 海鮮口味配上珍珠披薩 我們來吃吃看 在餡料這方面呢 我還是覺得小碧比較厲害啊 我記得小碧有一個類似是什麼 什麼包什麼蟹的超級霹靂好吃 然後那個醬超濃郁 但是這個吃起來有點微甘 吃屁屁喔 好好吃喔 我咬一口的那個橫切蜜有沒有 很多珍珠很多麻糬 而且我很喜歡外面那個皮很酥啊 然後也不會說太甜 我覺得很棒 好好吃喔 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這個呢披薩嘛 畢竟是那麼大可以 就是很麻煩很不方便 所以我剛剛是請人家幫我拿過來 我付了85塊錢 有一個叫什麼啦啦的 如果說你現在臨時要送什麼東西 去某個地方的話 你也可以叫他們幫忙送 我覺得很棒 那我們來吃這個 薄薄的那個餅皮看看 哇很扎實欸 好像有點太過起司欸 有時候我在外面吃披薩的時候 有些店 他們也是又薄的 那種像搖烤啊都是又薄的餅皮 那個可以慢慢吃得出來 一種燒烤炭香味 今天這個薄脆啊 所以它裡面有再加那個起司 而且是加蠻多的 它整體吃起來比較濕潤 感覺有點像放比較久一點的餅乾 好嘞 大概是這樣 可是都還算好吃啊 所以呢 我覺得 這個獲勝 這個很厲害 我大概這個可以吃個三片 那這個其實我吃兩片 就有點小膩了 看一下最近這個打美樂出了新的餅皮 你看欸 我現在摸這個餅皮還是熱的 然後我今天請那個人 把我送過來嘛對不對 他們都會提早到店裡 所以我可以吃到 就是 剛做出來 然後馬上就送到我家的披薩 因為如果你是直接 叫那種披薩店把你送過來的話 我很怕是那種放在加熱台上 放很久 我怕那個溫度就不對 所以我很開心就是 直接吃到熱騰騰的披薩 真的很幸福 嘿嘿 今天影片就這樣簡簡單單結束了 那我真的是 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吃吃看這個 珍珠之心口味的餅皮 我超愛吃那種酥酥的 然後一點那種粉的感覺的披薩 很棒 那今天影片就這樣簡簡單單結束了 那喜歡我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來喜歡 不喜歡不喜歡 那喜歡的訂閱我 我是謝祐 不禁止五點發佈影片 大家我們爸爸溜 坐吧 好